长白山下银庄素果 茶干湖上冰湖藤鱼 位于吉林省松原市的茶干湖正值东部寄 茶干湖是吉林省渔业生产基地 生产胖头鱼 鲤鱼 草鱼 挤鱼等68种鱼类 独特的生态和地理环境造就了这里自古以来凿冰捕鱼的风俗 人工凿冰窟 冰下走网 马拉脚盘拖大网 茶干湖东部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整个东部季 茶干湖都是既繁忙又热闹 看东部队捕鱼 下网 起鱼 期待着红网的出现 这都给这个冬天带来了不一样的体验 冰面上冒着热气的鱼儿给鱼工带来了丰收的希望 也给来自天南地北的游客带来了惊喜 那今天的清晨六点钟啊 东部队就已经在湖上开始了今天的作业 经过七个多小时的劳作 东部队有哪些收获 湖面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 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陈春晓 春晓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里现场的情况吧 好的天亮 那现在呢我就来到了一号网的出碗口 也就是出鱼的地方 我观察呢 其实今天来看东部的游客是多了不少啊 那么其实四张网呢都在出网收鱼 但是它们的进度呢是略有不同的 像我现在所在的一号网呢 已经走到第16拉了 也就是整个大网最后的一部分 它已经非常的接近网堵 那么越往后呢 鱼就会越多 我们来看看大网呢正在缓缓的被拖出 那整个茶干湖东部的过程中 这张千米大网啊 一共是由16拉 也就是16节来组成的 那么每一节呢 大概有60多米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其实现在已经开始出鱼了 我们也发现呢 大鱼在月出冰层的时候啊 是冒着热乎气的 这是因为啊 其实在冰层之下 水的温度呢有4度左右 而在冰层之上呢 有零下10多度 冷热相遇就形成了一个极大的温差 就会形成这样的景致了 其实啊 在出鱼的时候 这种大嘴的呢 就要大胖头鱼 还有鲤鱼 草鱼等等 那如果像20多斤的大胖头鱼呢 它就可以要长10多年 那其实人们都非常期待冰湖藤鱼的景致 也期待红网 但是其实这样的红网啊 并不是每一网都是这样的 从今年东补季到现在呢 一共就出现过5次红网 其实不管有没有冰湖藤鱼 我们的渔工们在冰天雪地里 忙活的热火朝天 人们劳作的姿态本身就是一种风景 那么有观众朋友们也会问了 茶干湖年年捕鱼 为什么还会年年有鱼呢 这是因为啊 其实茶干湖东补都是定量捕捞的 并且这届年呢 它使用的网具也是越来越科学 我们可以看呢 今天有四支东补队在湖面上作业 他们使用的都是大眼网 什么是大眼网呢 其实也就是网眼的直径比较大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把它撑开 那么网眼的直径呢 有10多公分 我的手呢 拳头就想象成一条鱼 可以轻松的穿过网洞 这样呢 在捕捞大型成鱼的时候呢 四斤以下的小鱼啊 就可以被漏掉 游回湖里继续生长 同时呢 茶干湖鱼场啊 每年都会定量的向湖里面投放1000万尾的小鱼苗 这些小鱼苗呢 最大的也就在二两左右 并且鱼苗会非常的丰富 那么它有的吃浮游植物 有的吃浮游生物 那这样就可以形成一个净化系统 用水养鱼 以鱼净水 人们取之于湖 还于湖 当然了 好水才能出好鱼 我们说完了鱼 接下来说说水 大家可以看 在我旁边有一张展板 这张展板展出的就是茶干湖的流域图 2013年呢 吉林省启动了西部的生态水利工程 和湖联通 那么整个茶干湖呢 就是一个核心的项目 这些年通过水利设施的不断完善呢 把茶干湖与附近的水域连通起来 我们来看 这一条水渠就是在茶干湖的北湖去年建成的 建成之后呢 就可以把茶干湖的水引进附近的湿地 经过净化之后呢 一直向北流进嫩江 这样就形成了松花江 茶干湖和嫩江的河湖连通 那么茶干湖的湖水呢 三年就可以实现一次 整次的一个置换 水流动起来 水质越来越好 同时呢 还实施了上控源 那么外结污 同时呢 还饮水并且打出了一个生态的组合拳 所以这几年呢 水质是持续向好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茶干湖呈现出了春夏秋冬 一年四季不同的美景 其实人们在感恩大自然的馈赠 同时呢 也在用实际行动守护大自然 天亮 以上就是我在茶干湖发回的现场报道 好的 谢谢春小发回的报道 那刚才我们的记者也介绍了啊 茶干湖的渔产资源非常丰富 其实呢 这也得益于随着生态保护和发展并行 茶干湖畔的人们是迎来了新的机遇 人们爱湖 敬湖 依赖湖 在茶干湖畔追逐着自己的梦想 东部季以来 茶干湖畔开农家乐的趋利敏非常忙碌 一大早 他就接到了网上的订单 选备菜 他都亲自上手 趋利敏算得上茶干湖畔最早开农家乐的渔民了 在他的记忆中 2013年以来 随着当地生态保护和修复措施的加强 茶干湖越来越美 一年四季 景致各有不同 游客增多了 他们家也从最初的两间半平房盖起了楼房 并且还经营着民宿 慢慢地丰富客人到这来的冬天的整日的活动 所以我们又开始做了冰面文化的这些东西 这段时间 除了在店里忙活外 趋利敏都会抽出时间 带领不熟悉路线的游客到冰面上看东部 在冰上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们很宽快 那种笑声 那种玩得起来的那种心情 会带动你也会跟着不如自主地去笑 正在茶干湖越来越院子里忙着选渔的是趋利敏的妹妹趋利杰 大学毕业后 他原本在城市里有着一份稳定的工作 看到姐姐在家乡发展的不错 姐妹俩一商量 趋利杰就辞掉了工作 和丈夫一块回到了茶干湖畔 父母最初是可能不同意的 然后呢 我说给我三年的时间 我试一试 就这么一晃11年过去了 家里头就是也很富足 家庭也很好了 然后我就觉得家里也支持了 就觉得我们走这条道是对的 茶干湖畔的趋家两姐妹 当地不少人都认识 在家乡创业 姐妹俩齐上阵 分好工 守着病院子选渔就成了趋利杰家的主要工作 凭借多年积累的经验 只需要靠眼力就能选出不同种类和重量的鱼 种的是13斤左右的 就13到15斤的 重大的鱼 然后我们这边挑的都是大嘴的胖头鱼 现在才挑了一车两车 才挑了五车 但是才开始 我们可能得干到中午吧 其实我们预计是10万以内的 就今天出 还不错 对对对 这五分而言这就是丰收季 守着茶干湖 家人全力支持 经营餐饮店 线上线下销售余产品 趋利杰家的生意也越做越大 我就觉得怎么说呢 两个人一起努力 朝着一个目标一起奋斗吧 然后在茶干湖这边 机遇里头 闪闪发光 我这次富上富水了嘛 媳妇在哪 您在哪 对对对对 她媳妇到那我就跟到那 听话 我就是负责买鱼了 回来打包了 干活这一块 这些活都得干 这我们东北优良传统 近几年 当地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旅游业态逐渐丰富 茶干湖知名度逐步提高 屈家姐妹线上销售余产品的数量也增加了 她们还配好酱料包 精心录制了座余小视频 与全国各地游客分享家乡的美味 千里茶干湖 天际一线连 在保护和发展间成了人们竹梦的地方 踩在这个雪地里 然后虽然说有一点点冷 但是这个连空气都是甜的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 我在看着它好 所以说我在身在其中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就是最大的受益者 但我们干劲十足 我们心是火热的 就是给我们年轻人机会 我们就要有十足的冲劲和热情 来迎接这个机遇 其实我们自己守着这家乡 守着这片湖也能圆梦 茶干湖东部古老而神秘 早在辽金时期就享有盛名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通过穿越机的视角 一起去领略茶干湖的魅力 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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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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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 李宗盛